-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凌官 我們看再過74天要選舉投票了 這一次科綠分手之後呢 這個科恩 科粉跟科黑之間 彼此對立 那各式各樣的對立 變成這場選戰當中最大的變數 那包含了 科黑 科粉之間 在這個低市場的改建案當中 雙方都有政治上的攻防 今天實際上媒體也追蹤傳出來 北農上半年的半年報獲利 恐怕少賺千萬以上 所以北農的這個業績 也有可能是未來攻防的焦點 那同一時間 這個禮拜其實山竹颱風來襲 未來還考驗著台灣社會 各式各樣的天災 包含了這個週末台北市的積水 也是這場選戰攻防的重點 那在網路上呢 科黑 科粉 勢不兩立 雙方的攻防 更是影響到這場選戰的成敗 這場選戰背後 我多少不會人知的故事跟內幕 我們待會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 美島電子報總製長吳子佳 劉官好 大家好 再來是黃偉翰 觀眾姐好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新北市議員李昆成 大家好 再來是許巧欣 大家好 再來是阿仔豬雪橫 各位大家好 好 我們先看這個北農總算交出業績了 那業績呢以這一個 8月份現在傳出來 如果完全從營業盡力來講 那叫去年同期縮水了1123萬 不過實際上的詳細的財務報表 目前為止媒體還沒有曝光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那我會親自進來嗎 我今天就是現在就裁建委員會 我要進來報告啊 北農總經理吳一寧 進議會仍舊堅持只報告不被巡 裁建委員會議員們當場把會議室 當成了質詢台 既然你不到議會被巡 不接受議員的監督 那他總要為他這樣子短缺1123萬的 這樣子的一個自理 公司不加了這樣子的業績 先跟市民道歉吧 北市議員借力炮轟吳一寧 不只有果菜市場改建案爭議 北農現在又爆出虧損 截至8月底累積盡力106年一億931萬 107年9808萬 獲利減少了1123萬元 光是8月就少了439萬 吳一寧專業度再度被質疑 整場會議迟迟無法進入改建案主題 議員戰火停不下來 甚至還把矛頭指向北農董事長陳錦俊 適當的做法而道歉吧 來 那個總局董事長你先發言 你們哪裡知道我也想不出我們哪裡有市場 要照什麼簽 我不知道 你不慚愧嗎 今天是要討論金火山市長 現在我談了 不是啊 不要再談論了 我告訴你現在趕快進入狀況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會議進度嚴重落後 有議員直接走人就連陳錦俊也是報告完就離席 這場專案報告要討論出結果 恐怕很難 記者劉波廷代相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好阿仔 我們看這一場選戰當中 溫寧的這個新聞事件 成為這個綠營跟柯文哲 這個選戰對戰的焦點 那更鮮明的是 在網路上柯粉的粉專 那會有各式各樣的內容 柯黑也有柯黑 這梗很綠的粉專 那各式各樣的內容 互相對幹 所以呢 整個網路戰現在看起來 這個戰火越來越激烈 而且柯黑跟柯粉如果各自歸對的話 真的有可能影響到今年的選舉 我覺得現在的狀況啊 就是非我族類齊心必輸啊 也就是我們從年初啊 大家還可以說道理 到了現在到了過了9月之後 其實大家就沒有再說道理啊 就是關鍵在於你喜歡柯文哲 或是你不喜歡柯文哲 那所以網路上那個是這個分庭抗禮 而且立場差距非常之大 同樣一份數據可以解釋成對柯文哲有利 也可以解釋成對這個柯文哲不利 舉個例子來講 簡蘇培最近在搶柯黑衣搶得很用力啊 因為我們必須要說最早的時候 其實在去年我們就討論過 各選區對民進黨而言 現在的壓力是第二名第三名 你都有危機 那你要嘛就做柯黑頭 要嘛就做柯粉頭 可是今年5月民進黨中央已經跟柯文哲拆分之後 你做柯粉頭恐怕就很麻煩很危險 你的立場也很難佔 所以你就只能做柯黑頭 那柯黑頭是什麼概念 就是你一定要一路打柯文哲 一路想盡辦法黑他 就算是假新聞也不計代價 那這個坦白說 減蘇培的東西啊 這資料到上週五為止 大概我們已經完全看穿 這個都是假新聞 什麼叫假新聞 假新聞意思是 你拿來的資料來源不明 他聲稱是北農離職的秘書 吳英寧的秘書給他的 那吳英寧自己知不知道有這份資料 他說不確定 那然後他自己打一個算盤算出來之後 說會審11億 然後直接指控柯文哲說 你是不是因為吳英寧黨人財路啊 審掉11億才如此的逗他 搞了10天之後發現沒有耶 如果要照吳英寧的模式 就是把你的三四樓合併 然後整個挑高 挑高到11公尺 整體的預算還要多3.5億 所以根本沒有11億這件事情 那搞了半天 簡舒培講的都是自己按的 自己算的 連他也被吳英寧切割 所以第一個 在上一波的戰爭當中 吳英寧小損傷 柯文哲中損傷 但簡舒培在那個選區 跟在網路上是很大的創傷 你今天就可以看到 簡舒培是不是要堅持繼續當柯黑 那今天比較可惜的是 我們正在錄影的時候 這個台北市議會的裁建委員會 正在質詢 我一路看到錄影前 陳景峻已經被大家趕走了 因為陳景峻跟吳英寧都有出席 然後底下議員就問說 那陳景峻你就講 到底吳英寧有沒有把所謂的需求案 或是某一個版本被稱為改建案 有沒有在北農董事會討論過 你知不知道 這個陳景峻講很直接 他說對不起我只拿到一個工作報告 他就是跟我報告說 目前進展怎麼樣 狀況需求是什麼 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改建案 連邱淨福也就是算是 關谷董事的邱淨福也說沒有 所以實際上沒有 然後就走了 那走了接下來 到底吳英寧會怎麼樣 我們現在沒辦法預料 但我們還是要插個嘴 等了好久 終於拿到今年8月北農的一個財報 那他是比去年同期要減少 也就是他賺的錢減少非常多 那我們先這樣講各位 這個跟我們事先預料的是 接近雷同的結果 那但我們必須要講 這個還不是完整的資料 一家好的公司正式的財報是從 去年的6月30號或是7月1號到今年的7月1號 你的財報年是這樣算的 那問題是我們一等再等 我跟你講我們有問有請議員去要 有想辦法透過各種管道 認為一個公司 你如果認為自己是民營公司 你一個月之內財報年度財報要出來吧 現在都9月快中了 原來在7月1號就該結束 重新計算的財報過兩個多月 7月一整個月 8月一整月總共62天再加上9月十幾天 整整70幾天到現在竟然還沒出來 但我們可以直接講 你就會發現一件很奇怪的 絕青都覺得510好棒棒穩定菜價 你在這個批發市場看到的菜價 都是這個樣子 我告訴你錯了 你去問農民 農民覺得美送 美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不知道是510自己能力不足 還是他底下的幹部蒙蔽他 510從去年到現在 為什麼全台灣的菜價都不好 是因為他低買低賣 低買的意思就是我跟巧新 巧新是農民 我跟農民買了 我低價20塊14塊 即使颱風來我也是這個價收 那收了之後 我也沒有賺很多錢 因為我就是拍賣嘛 所以我兩邊各收1.5% 他買來24% 我可能加了這個兩邊的手續費之後 我再25塊或是26塊賣給盤商 但問題是沒有人可以限制盤商用什麼價賣出去 所以我們這幾天買菜 菜貴了 可是農民並沒有備用比較高價 來收買菜的時候 農民就沒送啊 就覺得我以前颱風的時候 實際上我很多菜不能採收 我勉強採收的優質的菜 我希望能夠多賺一點錢 結果在510控制之下 或是510主政的北農 現在是沒有辦法的 尤其是那些包裝菜 整個北農大概在全省七成的比例 所以現在我們幾乎可以確定 北農的財報 我們早跟我們年初所講的一樣 第一個一定不漂亮 第二個數字一定很難看 然後再來 北農賺的錢就是跟農民收1.5% 跟盤商收1.5% 總共從裡面收3% 如果你永遠都壓抑菜價 你的營收就是不好 可是實際上他用的這個做法 壓抑菜價的時候 民眾還是會買到貴的菜 因為他沒辦法控制盤商 那以前的韓國瑜在主政時期 他是高買高賣 所以農民可以賺到比較多 盤商的利潤會被壓縮 所以韓國瑜在任期間 盤商不爽韓國瑜 但現在吳英寧在任期間 盤商七大盤商 所有的果菜相關工會 全部力挺吳英寧 那當然就是力之所至的關係 所以現在吳英寧變成 柯粉跟柯黑的一個小戰場 但柯文哲還是必須要面對 執政的壓力 譬如說台北市淹水 那到底你書郡做得好不好 然後再來你提出來什麼 軍公教的職缺的東西 被你自己的勞工局長打臉說 對不起這是就業歧視 你不能夠指定讓什麼職業 讓退休人員來做 那柯文哲現在的問題 自始至終 從去年到現在我們講的都一樣 只要得意他就忘形 只要民調高了就會出錯 所以現在柯粉跟柯黑的決戰 關鍵還是在於柯文哲 要不要一直犯一些錯 讓柯黑有東西可以講 還是他要做一些正確的事情 讓柯粉能夠拿來當作子彈 拿作火藥 那就要看柯文哲自己的表現 好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看再過74天就要選舉投票 過去在台灣的選戰 藍綠的對立 那乃至於選前 其實雙方歸對 那雙方對決的這一個態勢 非常的明顯 那如今這一場選戰當中 可能中台灣大家看到的是 藍綠的PK對決 然後北台灣現在看到的是 黑粉對立 黑粉對決 黑粉的對決的尖銳 那在網路上更為明顯 柯粉是逢黑必反 柯黑是縫粉必反 那黑粉之間很有可能影響到今年的選舉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其實如果要檢討的話 年輕改革最大問題是什麼 他二十年前就要做 所以現在才做 現在怎麼做都怪怪的 對著近百名公教人員 侃侃而談 台北市長柯文哲神情嚴肅 因為年改七月上路之後 直接衝擊北市府近四萬公教人員 讓北市府推出相關方案 要讓退休人員賺點外快 強調沒有多花錢 北市府清點出五萬人次職缺 包括各級學校短期代課老師 標案審查委員以及諮詢委員等等 每次出席費用2000到2500元不等 但外界質疑民額如果優先提供給公教人員 可能違法就業服務法 就業服務法跟那個採購法 這種職務的提供還是要公平嘛 不過是這樣啦 因為他很多東西 如果這些公務員有過去的經驗資歷 他還是很有優勢的 優勢就是說 就好像你比較聰明 考試成績比較好 這叫優勢 但是考試題目是公平 這叫公平 再三強調沒有偏袒公教人員 但選戰倒數敏感時刻推出政策 不免讓人多做聯想 不只被解讀想拉攏申籃票 柯文哲陣營也想跟獨派翻轉關係 外傳柯文哲20號將南下拜會前總統陳水扁 但消息傳出雙方都否認 陳水扁更說自己是宅男 在家躺著也中槍 我是站著也中槍嘛 我在報紙上看到在行程 他還去問蔡壁伍說你有牌嗎 他說沒有 我說沒有牌子 我這個已經外面有這個消息 我說這很奇怪 要不要見陳水扁成了羅生門 但年底選戰激烈 柯文哲的一舉一動都被放大檢視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好 維翰 我們剛剛講喔 台灣過去20年來的這個政治 其實藍綠對決 有很多議題上 綠的可能逢藍必反 那藍的可能逢綠必反 你怎麼看黑粉的對立 我們網路上有用語 就要先說結論 我們先把結論講 就是丁守中慘了 丁守中完全被邊緣化 現在柯跟綠彼此在過招 你說是對殺也好 或者是跳Tango也好 你進一步我退一步 我退一步你又進一步 但是柯綠之間有舞臺 有話題有法輪功 有器官捐贈 有吳英寧 有十一億黨人財路 有後續只是一場誤會 然後還有大家注意喔 今天財建委員會 有上禮拜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就在今天去拿出 一到八月的獲利 我先給大家看一張圖 這是我在年代相前看的時候 之前給大家看過的 就是北農過去的獲利 在吳英寧上來被批評第一波 他連什麼北交 老北交分不清楚的時候 就有北農裡面的挺吳英寧派的人 拿出這個數據說 吳英寧好棒棒 吳英寧的獲利 其實比韓國瑜都更好 好那這個時候 我現在就做了這個圖給大家看 那個時候大家注意看 2016跟17這兩年是貓膩 因為16吳英寧 這個16是這個韓國瑜 17的話呢 是他們各一半的情況之下 我後來做了第二張圖 大家就知道了 因為韓國瑜發了8400萬 後來還被質疑 有沒有經過董事會同意 然後被告了嘛 這個台北電所還衝進 北農幫助去搜 他有沒有得到同意這件事情 好那那個我們不管 我現在要講是什麼 就是當吳英寧今天去財政委員會被質疑 你今年一到八月的獲利 只有9000多萬 去年有1億多 所以少了1000萬 剛剛翔哥在講了 在這個同時大家去看 其實過往來講 9000多萬已經不錯了 可是呢 韓國瑜他曾經創下的紀錄 是1億3600多萬 因為他發了8400萬 還剩5200萬 所以韓國瑜當時我就跟大家講了 韓國瑜的整個 他的這個賺錢的能力是不差的 那你要用賺錢能力 四個字去質疑韓國瑜 那我們就要做比較了 韓國瑜 吳英寧兩個別動中 誰更會賺錢 那就在今天去財政委員會的時候 這個一到八月的這個報表就出來了 所以雙方都在攻防啊 你在打柯文哲 沒有聽吳英寧好好講話 提出需求的同時 也有人在打吳英寧 你很會賺錢好棒棒 這件事情並不是真的 所以彼此都在攻防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現在一到八月賺9000多萬 不算低 我覺得吳英寧有各式各樣這個面向 台灣社會可以討論 但吳英寧好會賺錢 一直都不是真的 一直都不是真的 但是吳英寧有理想性 台灣社會也可以去理解跟思考 那有理想性的人 是不是任當總經理 管理一個業務面向 非常複雜的公司也值得思考 那吳英寧有理想性 我從來沒有否定跟否認他 難道有單一理想性的人 能否升任一個總經理的位置 職缺是這個社會 可以更理性跟專業討論的 對所以吳英寧跟柯文哲這一波攻防 是不是有特意的要往這方面去走 就是柯文哲的這個第一市場 國菜市場改建案當中 他可能沒有問題 但他下面人有問題他不知道 我相信解除北議員是想要點出這個 你要去注意你下面可能有人騙你 然後導向了 因為選舉只剩下這樣七十幾天 會非常的緊張 是不是柯文哲 不是像他所對外講的那麼乾淨 所以他變成一個很大的話題 他現在這個話題算是不要講句點 但只好是一個逗點 就是說大家發現說 原來跟大家想像的不太一樣 可是新的話題又來 因為柯文哲他也馬上就丟出了 五萬人次職缺的這件事情 那我必須跟大家講 柯文哲的這個案子 很簡單的一句話 我們用三件事情把他講完 就是柯文哲的台北市的老年的人口的 制度是最低的輸給丁酒中 所以他要補回來他的副市長鄧家基 在這一塊跟退休軍公教有淵源 因為畢竟他是屬於偏藍的副市長 這一塊的他負責的 他所想到的方法就是呢 有八大方案叫什麼 輕銀共居 輕就是年輕人 銀就是銀法族 他們一起一起生活 輕銀共居 輕銀共創 就業博覽會 乙房養老等等有八項 他之後會提出來 然後呢 五萬人次的職缺 其實是五萬七千個 五萬七千個人次 比如說 我今天哪一個退休的老師 他可能是教畫畫的 然後呢 我們可能社區或怎麼樣 我們需要有一個老師 來教大家做畫畫 輕銀共居嘛 我們希望這些老人 老年的人口 他們不要沒有事情 不要待在家裡 譬如說生病的沒有人知道 所以都把他們趕到活動中心去 然後吸引他們來 那也要一個老師 那這個老師呢 就找可能以前在學校得高望重 已經退休的老師 觀眾朋友 一次大概有兩千五百塊 到三千塊 一億五千萬的一個整個經費 那些退休老師不會去插你那兩千五三千 他要的是榮譽感覺 哎 柯文哲好像知道說 我是個寶哦 我是一個畫畫的老師的寶 我是個書法老師的寶 所以呢 他想用這一個方式 讓台北市的年紀較大的選民 對他重新有好感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在民調上來講 他知道 柯文哲知道四十歲以下他很強 可是五十歲以上輸給丁守中 那這個事情能不能幫他贏回丁守中 跟他的比例 我覺得不行 但是也會拉近 可能他在五十歲以上 只有十幾%制度 會不會因為這個變二十幾% 這是一點 所以呢 就決定推了 但是馬上被台北市的這個勞動局長 賴湘寧打槍 為什麼 我給觀眾朋友看 大家有人會講說 到底是哪裡不行 就業服務法第四條跟第五條有規定 就是國民具有工作能力者 他的就業服務是一律平等 然後第五條有講 你不可以有任何 簡單講 觀眾朋友 這個法條很長 大家回去看 就業服務法第四跟第五條 簡單的講就是 我們中華民國不可以有就業歧視 你不可以就業歧視 今天比如說 我跟董事長兩個人 然後他因為他是董事長 我是我不是董事長 然後他就優先了 那那不行 你就說你 你不可以有任何的歧視 你應該在一樣的基礎點 那台北市現在所提出的方案就是 5萬人次的優先 錄取這些退休金額的人 你優先了嘛 對 那現在你就說不行了 市政府馬上找到的說法 不是 不是優先 而是他有優勢 他沒有優先 他有優勢 就是說 這些我剛剛講了嘛 你一個二十幾歲像我啦 我跟董事長就最好 最好 現在要找一個CEO 跟CEO上課 因為我們都退休了 跟CEO上課 董事長退休 假設董事長退休了 他要回到一個大的公司 去講如何賺錢 然後我跟他兩個人 都要去應徵那一個講師 我當然輸啊 因為我不懂賺錢 都董事長懂嘛 所以董事長有優先 董事長有優勢 我們兩個是一樣的 他現在是市安市政府 用這個來解釋說 沒有哦 這個軍工教育人員 這5萬人次 這個比其他節目 你都應該聽不到 只有相前看 第一個知道的說法是這樣 就是優勢 沒有優先 因為優先就違法 優先就違法 就會歧視法 那肯定有優勢 潛然的票就回歸嗎 對啦 就至少他們就不會在 那麼的討厭柯文哲 因為畢竟觀眾朋友 這個修法哦 軍工教育人員改這個修法 大家也心知肚明 不是個台北市長可以決定的 所以如果你對於這件事情 我每個月少了 3千5千或1萬2萬 那個氣你是要發到民進黨身上 跟民進黨的立委身上 不是我啊 我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那你說這個台北市的禁腦津貼 重陽禁腦津貼 那個是1千5百塊 沒有1千5 我就是覺得 肯定不好 可是台北市已經透過很多里長 跟那個方式 董事長 就有人說 阿伯 我跟你說哦 市長柯文哲 但是你有去煮什麼 肺炎酮菌有沒有 那支3千你知道嗎 煮那支就3千啊 他沒比較壞啦 就開始已經都在都在做這些消毒 然後再讓你去這個 我剛剛講的八大項的 回到活動中心以後 大家會叫你啊 哎哎 賴老師 陳老師 我又恢復以前的光榮感 大家都知道我是國寶 我很會寫書法 來來你們要春年 我來幫你寫 就會變成是那樣的活動 然後他又說因為老人 就是銀法俗的人口 這是台北市的趨勢 所以我們要更注重這一塊 所以會設計的這個不是今年 而是要永續下去 那至於就業服務法的問題 對不起 我們並沒有優先任何人 我沒有歧視 我們只是說在我們釋出這些平臺 大家來登陸說 我要去做那個事情的時候 相信這些退休的軍工教人員 他們在過去職場上的表現 所累積的能力 他們有優勢 他們不優先 好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過去有20年來 台灣的政治社會藍綠對立 藍綠對決 那今年的藍綠的對決 很有可能在中台灣看到PK盤 也因此呢 小英政府把這一場選戰 74天之後的投票行為 定義為這一局最重要的政權保衛戰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一則報導 市長姚文智 議員全雷達 議員全雷達 喊出全雷達口號 民進黨中正萬華區議員 推出聯合競選 一同拉抬 市長參選人 姚文智 首先我們四個聯合計算 除了一定可以 全雷達 四季紅之外 也一定可以幫姚文智市長 候選人 衝出最高的得票數 呼籲我們所有的支持者 還有我們的選民 在這一次一定要去投票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姚市長 現在的民調已經漸漸的回溫了 我相信在這兩個月的時間 姚市長可以帶領我們 翻轉這一次的選舉 台北市黨部預計 從28號黨慶起 接連成立12區後援會 由選秦教穩的中山大同 率先起跑 市林北投區 最後壓軸 27位市議員參選人 也將陸續設立競選總部 邀請姚文智出席 共同爭取地方支持 我知道我們在網路上弱勢 所以我們請走馬路 我們或許在網路的戰場上 略訊一籌 但是我們不斷地 透過陸軍在馬路上 在市場上 在各個大街小巷 努力爭取支持 我們的姚市長 這個一步一腳印 這樣子往上衝 我們已經看到勝利的曙光 綠營信心滿滿 因為根據內部民調 台北市長柯文哲支持度 跌回30%出頭 姚文智則以23%左右緊追在後 差距只有10多個百分點 而藍營的丁手中 則是排名電控 齊群小雞 祝母雞一臂之力 好追回失分 讓姚文智力挽狂瀾 這張國鋒 劉雲仙台北採訪報導 好 紫江董事長 你怎麼觀察 我剛剛講20年來 其實我們看到藍綠對立 那很多時候 這個綠營逢藍必反 藍營逢綠必反 那有些時候 已經到了未反而反 這個黑粉對立在網路上 戰場裡面的 你要去深入分析起來的話 如果從民調上來看的話 他沒有道理 因為柯P在民調上的支持度 年輕的支持度高達 百分之八十幾 跟百分之七十幾 就是在二十歲到三十歲 跟三十到四十歲 不同的支持度 所以那這個誰到底誰是柯黑 柯黑是什麼 怎麼跑出來的 我覺得柯黑是職業柯黑 柯黑本身啊 他比較有他的專業性 應該不講職業的專業性 譬如說姚立民做預扣 他是一個group 就是所謂的名嘴型柯黑 那王世堅這種是屬於 叫做名代型柯黑 他想要拿票 那這個獨派這個東西呢 是他是作秀型柯黑 因為他要靠打柯來講的話 他可以獲得一些空間 那這三種的柯黑的背後 其實他都有些小團體的 但他其實對社會上的影響力不大 而選票影響力不大 但是在網路上的這個整個的 聲量會很大 所以大概其實嚴格講來講的話 所以我們要轉換成選票的話 柯黑的選票有限 那柯粉的選票是很其中的 可以除了讓他擔任台北市市長 這個我先簡單的 我們來做個背景的分析 第二段我們來解讀這個吳云寧現象 吳云寧是一個現象 他不是一個個人 您剛剛講的一句話很對 您剛剛講的我們不能用財務報表的 獲利高低與否 來作為檢視吳云寧的唯一標準 這個我完全同意 我經營過上市公司 我經營過不少的企業 包括我現在自己的企業 我在經營一些中大型公司的時候 我也曾經擔任過中國鋼鐵公司的董事 所以我對企業的經營有一些基本的訓練 這個訓練裡面呢 我有四個 我個人對每一個公司經營的時候 我有四個指標 總經理的要求指標 四個公司經營指標 第一個指標叫做股東滿意度 我要讓股東滿意 第二個指標叫客戶滿意度 客戶要很滿意 因為我去做客戶生意嘛 第三個指標是最近幾年才開始有 最近十幾年二十年 員工滿意度 因為員工不滿意度 你會被告很麻煩 第四個指標是企業才特有的 就是現金流量 大家都滿意以後 公司倒了 公司沒現金了 公司垮掉了 這很難經營 所以我用這三個滿意度 就是股東滿意度 客戶滿意度 員工滿意度 再加上現金流量 四個條件 組成了一個 我公司經營的四大目標 如果這四個目標都顧好的話 大概這個企業就會健康發展 沒有問題 好我們現在用這四個目標裡面 把現金流量拿掉 來檢視510的話 你就發現 他的股東給他不滿意 吵架 對不對 員工嘛 搞派系 我們目前看不出來 有偷偷摸摸丟資料 給這個民意代表 是他過去的助理 會提供這種東西 然後客戶有沒有滿意呢 客戶很難講有爭議 應該講客戶還好 客戶為什麼還好咧 我們就回到一個客戶滿意度的時候 就要談到韓國語了 就韓國語這種沒有專業的人 其實他幹這個總經理 也幹的蠻好的 沒什麼事嘛 所以換言之講 這個總經理所具備的能力 其實不是很高的一個經營能力 沒有像我要求的那麼多的東西 他只要把它擺平就可以了 但是510來 他在做這個公司總經理的目標 跟我剛剛講的幾個目標 完全無關 他是政治任命 政治任命再重點 政治任命的目標什麼目標 他有理想性 他第一個目標來的是幹什麼呢 他是要對抗 他是要對抗一些既得利益者 因為龍正也好 社運人士也好 他們是一批什麼樣的人 他每天習慣是抗爭 他為什麼要抗爭 人為什麼需要抗爭 我還不會跟人家抗爭啊 為什麼 我也不會跟人家抗爭啊 為什麼要抗爭 因為你被欺負你才要抗爭 所以他們長期抗爭的結果 我都覺得他每天被欺負哦 他有一個被迫害的情節 在這個集團裡面 在他的同溫層裡面存在的 就是吳英寧 陳吉仲 包括什麼環保署副署長 詹順貴這一票 徐樹榮 徐世榮教授 這些通通都是 他們有一個被迫害的情節 他們有個懷疑 懷疑就是說 哎 你韓國瑜貪污 所以他其實到農 北龍總經理的第一個任務 第一個目標是幹什麼 你知道嗎 是抓韓國瑜貪污 對 所以他拿一個版本 他就會說你台北市 為什麼要用韓國瑜的版本 對 他就是等於 韓國瑜的版本好或壞 我不知道 我也不背書 但是如果讓我管理一個公司 我也不會說韓國瑜的版本 我就先說 他這個比 林光他比你講的更嚴重 他來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改革者 我改革者就是第一個 農會 菜蟲 這些人都行瀉一氣 所以我就是要改革你們 改革你們第一個事情 抓貪污 抓了半天 沒貪污 所以他第一個改革目標失敗了 沒辦法貪污 找到貪污 所以他就搞搞搞搞搞 他就搞出第二個改革目標 他就發現我要搞一個什麼東西呢 他主要懂個事情嘛 否則的話他對他的生育人士 不能交代你知道嗎 他一定要保持抗爭 一定要保持改革 這兩個他才能夠對他 背後推薦來的人 有所交代 否則會被人誤會成被收買 你知道嗎 所以他要推翻前任結構 不管是人事結構 或者建案結構 任何是導彈 就是他導彈 沒有他要推翻前面的結構 導持意見 不同意見 他是個意義者 他是個抗爭者 他這種情況之下 才能對推薦他來的陳其重 跟現在人在社會上抗爭的農政 有所交代喔 否則的話他會變成一個妥協者 像詹順貴 環評投下同一票 被環保人士罵的臭頭 說你被收買了 他們不願意很擔心 被他原來的集團 誤會他被收買 所以他保持這個抗爭 跟改革的這個形象 所以減舒培這個事件 就剛好提供他一個這個活 他提供一個活種 就跟科 他就變成一個抗爭 跟科P抗爭的改革者 科P搞不清楚 奇怪怎麼這種事情發生 你沒有我的部署 他不是你的部署 他還是龍正的改革者 他有非常純潔的使命 他有理想性 他來搞這個事情 他不抗爭就回不去了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抗爭 結果他找到一個目標 你知道嗎 什麼目標 這幾個土包子 跑到日本去參訪 哇不得了 日本有一個偉大的發現 叫冷鏈 冷鏈太偉大了 全世界都有冷鏈 我們吃那個奇異果 也都紐西蘭冷鏈 你看他的主張 你看他的主張裡面 通常講冷鏈 他上網 PO上網去把他日本的參訪 做成一個發現 個人部發現新大陸一樣的偉大 他PO上網就冷鏈 他是個土包子 陳其中還跟進 他是個土包子 為什麼 我們的7-11 是台灣最好的冷鏈系統 而且我們的冷鏈 已經外銷東南亞了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這些鄉下小孩子 每天在打泥巴上 就每天在懷一東懷一西 你貪污 你不改革 應該這樣講 有競爭力的食品產業者 早就有全球化的冷鏈系統 但是台灣的果菜市場 跟台灣的小農 沒有進入冷鏈系統 我們來定義這兩件事 有國際競爭力的食品業者 其實有冷鏈系統 我剛剛講的奇異果就是 那你剛剛講的沒有錯 7-11的內部 跟7-11的這一個倉儲 跟他的冷配送 都外銷東南亞 對那7-11 他是In-house7-11 所以果菜市場沒有 小農沒有 那小農沒有 果菜市場沒有 講一句更深一點的 他的競爭力就會弱化 他能夠賺的錢就會少 而且他會看天吃飯 老天爺會變成他人生 跟獲利經營當中最大的變數 那就沒辦法 對那我意思說 這個第一市場改建案裡面的冷鏈的部分 只是他一個環節而已 那他把這一個冷鏈這個事情 就當做一個他第二個改革目標了 就變成他的使命了 他要拼命一搏 所以這個在拼命的情況之下呢 他就不計任何一切的代價 就往前衝 就飛蛾曝火般的勇敢 這時候咧 柯P就跑出來一個 你懂什麼 兩個就變成一個對沖了 衝了變今天這個結果就跑出來了 對 所以他會繼續抗爭下去 那這個人 只要在這個位置上 你放心 他還會有第三個改革目標 他會找到的 這就是蔡英文 搞了一個這種怪咖 來搞這種事情 也是蔡英文 用了社運人士的必然的結果 他會在這個政府各個部門 給你搗蛋 給你抗爭 讓你這個政府癱瘓 那就變成蔡英文用人失敗 當然是蔡英文用人失敗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再過74天要選舉投票 但是柯黑柯粉的對立跟對決 不斷的升高跟加溫 議員怎麼觀察 其實您剛剛有講說 這個柯黑的組成的分子 其實大概跟我想的是一樣的 就是說不管你是 比較多元 柯黑大概是屬於大概是綠的 獨派 那所以說這一個這些柯黑的組成分子 其實大部分過去都是柯粉 那柯粉就是四年前 其實不管是柯黑柯粉 沒有就是支持柯文哲 綠色也是支持柯文哲 那時候就是說要把這一個 國民黨的這個連順把它拉下來 讓這個柯文哲上去 所以那時候其實沒有柯黑柯粉 可是為什麼四年之後 會有柯黑跟柯粉 就是說民進黨的人認為說 這個柯文哲跟這個民進黨 這個漸行漸遠 那不管是這一個在兩岸或是說在一些 國內一些政策上面 譬如說前瞻計畫等等之類的 就是認為說好像這個柯文哲跟這個民進黨 已經不是屬於這個同一夥的 所以說我認為說柯黑的之前都是柯粉 然後因為有這種被背叛的感覺 變成這種這個柯黑出來的 其實我以前也是柯粉 我四年前也是柯粉 我們四年前其實大部分綠色都是支持柯文哲的 所以說當你支持柯文哲當你四年後發現說好像柯文哲變了 跟我們原先支持柯文哲不太一樣 所以才會有這些柯黑出現 而且柯黑的出現 因為是帶有一點點被背叛的感覺 所以我認為說那一種恨的感覺 或者說不喜歡的感覺 其實這種感覺是更深 那為什麼會變成說柯黑跟柯粉在網路上大戰 我覺得其實柯文哲也是要負一點責任 就是說其實柯文哲你在選市長的時候 四年前選市長的時候 就是說你不管是要跨越藍綠 或者說你要什麼推倒這個什麼高牆等等之類的 其實你就是不希望說 這個臺灣的藍綠在臺北市裡面在發生 那現在臺北市好像沒有藍綠了 可是變成柯黑跟柯粉之間的這個對決 其實我認為也不應該是柯文哲 當初你四年前選台北市市長的時候想要看成的結果 那柯文哲有沒有責任 他當然有責任 就是說你如果是這個大家認為說你應該有這個能力 把這一個對立或是把這個衝突降到最低 可是沒有我覺得很多地方柯文哲是有點在這個加油添火 那所以說讓這個柯黑跟柯粉在網路上 或是說在實際上面的這個選舉的上面 好像大家對決的這個好像越來越嚴重 而且現在選舉剩下七十幾天 我覺得未來這種這種對決的這個衝突情況會越來越嚴重了 那我覺得柯文哲他身為這個臺北市市長 那他未來如果說想要問頂大位的話 我覺得至少在臺北市這部分的話 我覺得柯黑跟柯粉的問題 他必須要做一個處理 不是說因為選舉那我要贏 那所以說讓這個柯粉跟柯黑兩邊在那邊打 然後打贏了之後柯文哲或許最後會贏 但是整個臺北市我覺得還是分裂的 那這種這種情況對於臺北市或是未來這個臺灣的政治發展 我覺得都都不好 因為其實過去已經有一個不好的一個前例了 譬如說挺扁跟反扁 那我不希望說未來的這個選舉變成說挺克跟反克 那很多公共議題的討論其實都出不來 那2020會不會變成挺英跟反英 我覺得不會變成挺英跟反英啊 我覺得不會 因為其實這個2020的這個總統的這個選舉的格局 我覺得還是藍綠 那除非說柯文哲他這個挑戰這個2020 然後他用這一個網路連鎖方式 他可以衝到一百萬以上的話 那他就是另外一股力量 那這一股力量 我認為啊 大部分會吸收的是藍的力量 不是屬於利的力量 那所以說到2020的選舉 民進黨這邊我覺得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你說變成說挺英跟反英的大對決 我覺得我覺得到目前這種情況 蔡英文她的人格特質不像阿扁這樣子 就是說讓人家愛恨這麼分明 我覺得這個蔡英文她並不是有這種 不是具有這種人格特質 就是說她她是一個具有她希望說把這個政策把它做好 但是在人的部分的話 她不會讓人家覺得說喜歡你非常喜歡 但是討厭你非常討厭的這種人格特質 我認為這個是跟這個人的領袖的這個人格特質有沒有相關 以前阿扁有馬英九也有 但是蔡英文我覺得還沒有 那我也不希望說未來的這個選舉 只是變成說我是挺一個人我是反一個人 那其實現在在臺北市會變成這樣子 那這樣子對民進黨其實來講也不好 其實之前我們在講說上禮拜講吳祥輝 這禮拜要講吳一寧 而且吳一寧可能還會失去再下去 那姚文治你不要說盯手中好了 姚文治呢姚文治也不見了 那姚文治一直想要說 我有些政策還不好 希望說臺北市我們就來做這個政策辯論 可是沒有啊現在被引導成說就是不管是柯粉 或是說這個柯文哲對雙無等等之類的 那其實對於民進黨的姚文治 他一直想要說在民調上面突圍來講的話 其實這樣對他來講其實都不利的 就是說好像配菜比主菜變得更重要了 巧欣怎麼看 其實我們談到柯黑跟柯粉的這個戰爭 他最大的一個引爆點 也就是兩邊炒最激烈 其實真的就是吳英寧 吳英寧從他一開始呢 被這個議員們墊得很慘 在民間其實大家也對他多所批評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近期 在一個關鍵性的事件之後 他變得不一樣了 就是民進黨包括蔡英文直接的力挺他以後 那他呢就說他之後都不要去議會備詢了 從民進黨所有的從上到下一起力挺他開始 他背後好像有一種教練的感覺 他整個講話的態度都變得不一樣了 但是不去備詢 確實就是他現在所拿到最大的一個武器 為什麼他沒有把事情回答清楚的責任跟義務 他頂多就是可能媒體幾個麥克風 他問題他要答不答都可以 他沒有一個固定下來的時間 比如說八分鐘 那我問你這個問題 如果你回答不出來 其實你在台上就非常非常的尷尬 在這一次的北農感見案裡面 如果他到市議會備詢 可能結果截然不同 比如說那個11億 那到底有沒有這樣子一個方案 他到底是屬於一個討論中的一個過程 還是他已經是一個完整的版本 這件事照理來說是吳英寧在議會當中要說清楚的 好他去講說這個市長他們都是用韓國瑜原本的方案 他意思就是說我當總經理這麼久 你們都不納入我的方案 你就只有韓國瑜的 意思說你們都偏心 那馬上當下林重傑的產發局 他已經打臉他 他說其實這個過程當中一直都有變更 他不是韓國瑜的方案 可問題是媒體他沒有在一個質詢對比 然後互相結問的一個狀態之下 那最後大多數的人他只看到他 吳英寧問了這個問題嗎 那林重傑他畢竟他只是殘罰局長 他不是一個議員 那這個內容好像在比重上面 大家就比較看不到 再來吳英寧他真的是審了11億嗎 最後發現達到所謂的共識之後 我們還要再追加3.5億的預算 所以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吳英寧 他原本要在議會裡面去做備詢的 可是我們看到當時的民進黨 他是怎麼對韓國瑜的 當時民進黨新潮流系的周薇佑 他在質詢的過程當中有一次 韓國瑜沒有來 也是在討論市場改建案 他直接嗆他什麼 他說 你現在是選擇要來不來都可以嗎 你是家裡是請桑架是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身為一個這個北農的總經理 除非你家有人往生了 你才能請假 不然你就要給我到議會來被選 一個議員如此的羞辱人 所以吳英寧如果是國民黨挺的 如果是馬英九挺的 他保證在台北市議會 不知道遭到什麼樣的羞辱 當然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新潮流 就講究周薇佑議員 周薇佑議員 周薇佑議員 這個都有 對這個都有 我們再回頭講 韓國瑜今天的政治行情 就是韓國瑜今天的政治行情 就是兩年前在台北市議會 天天打韓國瑜打出來的 打不死的都會使他更強壯 那你就看吳英寧是不是也是打不死的 是不是也更強壯 然後政治攻防有的時候有這種效應 就是打不死的可能使他更強壯 前提要打不死 前提要打不死 對 那打不死還有一種打不死叫蟑螂 你知道嗎 蟑螂也打不死啊 那有什麼用啊 我跟你講有很多超級病菌啦 溫度200度你都燒不死 可是他現在其實吳英寧他變成是說 整個民進黨知道他不行 知道你不管在財務能力上面 賺錢的能力或是你的管理能力 甚至小農的民怨都沒有辦法 那他們選擇怎麼做咧 就幫你套一個保護套有沒有 套一個那個除菌的除菌的除塵的 防塵的套子把你整個套住了 把你套住之後別人問不到你啊 你沒有辦法被檢驗 這個時候你說什麼話 好像你都變得比較有底氣 可是這真的是台北市 包括北農包括整個市場改建 真的是我們民眾要的嗎 他真的有被透明監督嗎 當時很多人去批評說 吳英寧他只是把這個東西 拋到網路上 為什麼要去講他說到 體制外不是同體制內 實際上面你身為一個北農總經理 如果你真的有意願去討論你想要的 包括冷鏈啊 包括你的停車格 這個挑高十英寧等等 你進到議會裡面去 絕對有讓你表現表達跟說服的時間 好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林官 我們看74天之後要選舉投票 不過這個週末其實這個 來勢洶洶的山竹颱風 很有可能發展成強烈的颱風 而且假設照這個氣象專家的 預定路線來講 整個台灣尤其是南台灣可能 籠罩到相對的壓力上 那兩三個禮拜前的這個 南台灣淹水跟這個週末 台北市北北基的淹水跟積水 實際上考驗著執政的這個政績 其實4天之後呢 這場選戰關係著2020未來的 這一個選戰的前哨戰 那DPP的其中考背後 有多少個人這個故事跟內幕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 美島電子報總製長吳梓嘉 民官好大家好 再來是柯智恩委員 各位朋友大家好 再來是黃世通 大家好 再來是阿宅朱學衡 各位大家好 我們看喔今年颱風不來摺移 一來真的是挺嚇人的 這個山竹是強臺 那確實喔 這個兩個多禮拜前的封面一來喔 造成的中南部的淹水的災情喔 已經讓人人心惶惶喔 所以這一次的強臺喔 恐怕考驗著中央跟地方喔 非常的嚴肅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次的報導 陽光露臉路面乾爽 北部地區天氣轉秦 氣象局解除大雨特暴 雖然熱帶性低氣壓增強為 第23號颱風百里加 但逐漸遠離台灣影響變小 反觀第22號颱風山竹步步逼近 長大又變胖 已經升級為強烈颱風 週末恐怕對台灣帶來強風豪雨 七級風暴風半徑有220公里 但我們預估它在未來 再更接近到菲律賓海面的強度 還會再為增強 它暴風半徑也會再擴大 距離台灣海有2000多公里 路徑仍有變數 不過週四將是北台關鍵 觀察太平洋高壓勢力 週五不排除發布海景或是海陸景 依照速度研判 週六山竹最靠近台灣 禮拜天才會慢慢遠離 只是山竹颱風到底會怎麼走 目前還是傾向從巴士海峽通過 但暴風半徑大 東半部橫春半島恐怕首當其衝 如果路徑偏北影響台灣更大 北部跟南台灣也會跟著受到影響 出現明顯降雨 颱風啊 現在其實在未來三天左右 還是偏西的方向走 星期四開始 其實星期四到星球 這是個轉折期 就是太平洋高壓稍微減弱 那這就是漸進的 漸進情況 減弱情況之下 它就會 颱風就稍微有往北移動的路徑 會比較接近我們 那漸進程度 會看太平洋高壓變化再觀察 歐美觀測模式也相似 中心通過巴士海峽彈 美國模式山竹的暴風中心 會相對接近台灣 回顧歷史像是 2013年的天吐颱風 就朝東南部前進 東台灣好雨成災 2016年墨蘭地暴風圈 同樣影響東南部陸地 以及恆春半島 1982年安迪颱風路徑 往北偏登陸 全台災情慘重 目前隨著太平洋高壓勢力強弱 山竹颱風的路徑都還有變數 甚至中心位置有可能登陸 不能掉清晰 藉由黃志倫天 SNS小組台報導 好 阿台山竹颱風 有可能變成強台來襲 那其實以這一陣子 台灣的這個封面雨勢 乃至於你看這個 北海道關係最近的災情 實際上確實 這個天災 尤其極端氣候之後 考驗著這個 我們的很多基礎的工程建設 那乃至於說 74天之後的選戰 各式各樣的變數都可能發生 對 我們先講天災人禍 我覺得最近對職任黨 對民進黨而言 手氣很不好 有遇到天災有遇到人禍 天災我們先講這個 這一次的山竹颱風 坦白講我們講一個花絮 就上個禮拜 李富城有說 這個禮拜會有雙台 就被大家罵翻說 你退休了怎麼樣 怎麼會有雙台 還沒想到 這禮拜真有雙台 所以真有雙台的時候 第一個要讓人擔心的是 到禮拜四大概會定案 也就是這個山竹颱風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走向跟路徑 非常接近2013年襲擊菲律賓的海艷颱風 海艷颱風的行徑路徑 正好是經過當時海水水溫最高的地方 而且他獲得的能量 是從海平面 這個低於海平面 100公尺的這種深處 一路拉上來 所以他變成了在人類史上前幾名的 堅實的颱風 而且當他登陸菲律賓的時候 我們雨量先不管 台灣最近被雨嚇怕了 但是像海艷颱風這樣子的狀況 他連風都很可怕 他登陸菲律賓的時候 竟然秒速高達每小時 也就是瞬間風速 每秒瞬間風速 高達每小時306公里 也就是跟高鐵差不多快 那這個可怕的地方 在於你說在美洲大陸上面 龍捲風啊 他可能有到300到400公里 但問題是他吹幾秒鐘的過去 海艷颱風的移動 大家都熟颱風是慢慢來吹 慢慢走 一走你在暴風圈裡面 四五個小時 你建築物幾乎全部 被從地表上移平 所以菲律賓那一次受到的傷害 大概6300多人死亡 到現在屍體都沒有完全找到 海艷颱風這個名字 因此從這個命名體系裡面 整個除名 那現在山竹颱風麻煩的就是 第一個他走的的確慢 第二個他走的路線跟海艷很重疊 第三個太平洋沿岸多個預報國家 包含了韓國日本菲律賓台灣 甚至是中國大陸和香港 預測的幾條路線裡面 都或多或少都有經過台灣 那這下就糟糕了 糟糕的意思是他很有可能真的變成強台 變成強台之後 台灣在剛被水泡了一兩週之後 我們的基建基礎建設跟裡面的淤積 其實正是最脆弱的時候 如果真再來一個強烈颱風 那顯然這個週四之後 到底台灣會怎麼樣 南部地區真的都在搓在蛋 因為看起來路線最高可能會經過台灣南部 如果再往北偏就全島包進去 那南部尤其是南二都 對現在執政黨候選人來講 確實很危險 黃偉哲昨天還是前天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承認啊 他說因為淹水他掉4% 他的民調制度掉4% 而且兩三天前永康下個雨 永康那裡有積水 對而且那個慘就慘 在他是連帶的複合式災變 複合式災變是因為上上週淹水 對不對 然後有這個地基被掏空 附近的住宅塌陷 所以你就去水泥灌江 結果你灌江之後 那個水泥就流到正常蘇運的香寒裡面 把他給塞住了 那塞住之後 永康那個地方以前都不淹水 就連續兩天就淹水 大家發現出事下去查 才發現原來那個水泥流下來堵住了 高雄跟台南地區還有沒有類似的狀況 我覺得現在執政黨真的很擔心 尤其是選舉將近 而且高雄馬路上那五百個天 五千個天坑也還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問題是高雄五千個天坑 有很多是部分柏油流失 或是陸基流失 真正完整的做法是全部刨平 回田重新再壓 但你現在就一個洞一個洞 你慘 你看到他們那個都是救急 你慘 譬如說一慘的柏油 那倒上去之後拿自己的車子輪胎壓一壓 那個都救急 可是那個遇到我車子再壓 或是我雨再降的話 那個洞又會出來 所以現在的麻煩是來不及 就我們對於南部這個天災絕對不會說 哈哈哈哈活該看你 可是現在南部的天災的問題是 過去造成的傷害要救沒有那麼快 你整個道路要刨平要重鋪 那搞不好兩三個月等你弄完 可能選舉都過了 所以對南二都也就是對於 執政黨的黃偉哲跟陳其邁來講 現在真的應該要吃災念佛 你沒辦法阻止他要不要來 你只能盡量做好準備 所以現在天災真的很危險 我補充一個小小的人禍 但對執政黨政府和言最倒楣的就是 上個禮拜然後昨天才爆發出來 來了一個日本極右派叫藤井實驗 本來是沒的事 但這個傻逼這個蠢到極臉的傢伙 跑去這個台南國民黨黨部外面 一個慰安婦的雕像那邊伸腳踢他 然後拍照上傳自以為了不得 回去還去媒體投書 結果沒想到一看監視器發現 你不是來跟我謝龍介辯論 或者是提抗議書而已 你還跟我那邊拍照 還在那邊伸腳踢他 然後自以為得意 這事情昨天鬧大 鬧大到什麼程度 鬧大到正常台灣人 沒有辦法忍受 你上個禮拜安倍晉三才講說 感謝我們老朋友台灣人 我們派了這個拯救隊員 派了搜救犬去 然後如果一切往這方向走 搞不好大家還募款 結果你極右派就來這邊給我踢慰安婦 我跟你講慰安婦的問題是在於 那些慰安婦都是台灣阿嬤 你不要告訴我外省人什麼東西都不是 他是真的台灣阿嬤 當年被日本人用慰安婦 就他很多都被騙 上學途中被抓走 所以台灣共識至少在那邊是確定的 你不可以來欺負我台灣的阿嬤 這些受害者 結果一鬧大搞到民進黨反應不及 有些人還說這個是國民黨挑起這個憤恨 然後那個藤井實驗還說 哇他也學蠻快的 他說這一切都怪國民黨 都是國民黨假照照片 我想不簡單學蠻快 甚至還有藤井實驗的朋友說 不好意思他腳麻 所以他只是把腳提起來 在那邊伸膽一下 我想狗都不信你這種爛理由 所以昨天又發生這件事情 導致昨天下午一路延燒 去日本在台協會抗議 然後謝榮介找到一個理由 這個把整個選情又再拉起來 因為坦白講這個是有台灣共識的 所以對民進黨而言 謝榮介某種程度也算肇事成功 是他這個成功 感覺謝榮介應該選台南市長 因為高思伯也都沒反面 高思伯反應但沒有謝榮介快 謝榮介馬上快馬加鞭跟這個打老虎 就這個我們以前的前台北縣長 一路殺到那個駐台協會辦事處門口 很生氣啊一邊抗議然後罵 然後這個弄了兩個一個多小時 然後昨天晚上統促黨又跑去潑油漆 所以對DPP而言 昨天的處理其實不夠快不夠好 你知道昨天他第一時間 外交部發一個這個新聞稿 是先說譴責統促黨去人家那邊倒油漆 但他不敢講藤井實驗 是到了今天外交部才開始處理 然後連謝長廷今天都出來說我們譴責 這個人因為他暴力行為不值得鼓勵 但他不代表日本政府 所以這對民進黨政府而言 完全是一個人禍的突破 你怎麼知道日本右翼集團 有一群傻逼跑來這邊覺得自己了不得 那可是接下來處理民進黨表現確實扣分 而且也給了謝榮介跟國民黨台南市黨部 一個更好的造勢機會 這一局天災人禍 民進黨真的吃了很大的虧 好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再過74天要選舉投票 那選戰的考驗各式各樣的天災人禍 挺多的剛剛前一段講到的 這個慰安婦的同像相關的爭議事件 確實外交部今天有所回應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臺灣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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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道歉 日本道歉 穿上黑衣呼喊口號 國民黨立委找來婦女團體 要涉嫌踢揮安婦同像的日本優異團體成員 藤井實驗出來面對 到任何地方去 用他的腳麻的動作再做一次 如果他敢到韓國去的話 包准他不是腳麻 而且是腳斷 斷的爬不出韓國的部分 這個法案最關鍵的是在17條 我已經明定了 對慰安婦 慰安婦家屬 或慰安婦人權紀念同像 有歧視性或足以使其名譽 受損的言論或行為者 要處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藤井實驗這一腳引發軒然大波 讓國民黨立委嗆下修法立法則 但藤井已經在8號離境返回日本 他的朋友緩甲說 藤井只是腳麻做伸展 而他本人甚至隔海發聲明 說這一切都是國民黨社局陷害 踢同像事件純屬捏造 而且就是為了選舉 刻意攻擊民進黨跟日本 更說此行就是要來抗議 40萬慰安婦成為性奴隸 是沒有根據的說法 抗議你們還有愛理不理的 氣不過藤井實驗親門踏戶 統促黨成員率眾 跑到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潑漆抗議 朱衛錦通通遭殃 外交部10號晚間 發聲明譴責統促黨 不理性的行為 但對於藤井實驗的做法 卻是隻字未提引發批評 外交部譴責這個 暴力跟非文明的作為 不管是國人或者是外國人 都是一樣 那麼這位日本人 基本上是他個人的行為 針對這個部分我們也 外交部也好或者是 我們支部代表處都跟日方有 針對這個問題繼續交換意見 外交部重申立場表示沒有厚此薄筆 只是對統促黨與藤井實驗 批評力道標準是否一致 只怕這場風波還會繼續延燒 記者林維倫 林俊廷 廖士祥 台北報導 好 直將董事長怎麼觀察 這個74天之後就要選舉投票 那2018年這場選戰 其實是2020的前哨戰 也是小英完全執政完全主政之後的期中考 你怎麼觀察選戰的攻防 我們先簡單回應一下 剛剛講這個日本優異 去團體跑去台南去鬧事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是挑動了一條 台日中間的一條非常敏感的神軍 目前的情況來講的話 民進黨政府跟日本的關係是非常良好 好的不可開交 然後這個中日之間 就是中共跟日本之間 最敏感的事情 其實也是這個中日八年抗戰的仇恨 衛安婦是最敏感的一件事情 日韓之間 目前也是為了衛安婦的道歉 跟利益同向的事情 吵得不可開交 所以美國總統 甚至於總統 包括美國的大使 都為了這個調節日韓的衛安婦事件 花了非常多的氣力 因為搞到了這個對朝 對美國對朝鮮 對日本的這個安全聯盟 為了這種事情產生了一個破洞 所以這個是很麻煩一件事情 然後這個台灣呢 這個算是比較溫和的一群 對日的這個態度 因為我們過去是日治時代的一個長期的有好感 所以因此在台灣社會裡面 產生一個分裂的狀態 一種就是外省人 二戰以後到台灣的外省人 對這個事情呢 就是記憶猶新血海深仇 然後對早期來講的話呢 對日本人其實有一點存了一些的 還是存了一些很深厚的一些情感 因為日本人對台灣的建設 也是有非常大的貢獻 這都是鐵一般的事實 因此這個事件呢 它只是延燒起來會變成很大的事件嗎 我覺得不會 會影響選情嗎 我覺得也不會 但是會影響到兩岸關係 這個是很敏感的 就是說不是外交部處理喔 這個是蔡英文 對日本右翼集團到台灣來鬧事這個事情 她的態度是什麼 如果她的態度是跟這個韓國是有落差的 跟對中國的期待有非常大的落差的 對台灣人民的期待是有落差的 這個時候對兩岸關係來講的話 其實是埋下了另外一層的隱憂了 當然現在已經很壞了 可是再多壞一點的話呢 是沒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在這邊呼籲就是我們蔡政府 尤其陸委會 對這件事情呢 也要必須要有一定的態度跟看法 甚至於有一個適當的聲明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第一件事情 這個層次是比較高的 要注意這個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在期中考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前一段有談到 柯黑跟柯粉的問題 那我們也提到了柯粉的 柯黑的組成 都是有分成好幾種組成 包括有明嘴的柯黑啊 包括有明代的柯黑啊 包括有這個台獨的獨派的柯黑 但是整個其實本質上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大家為什麼會對柯 對柯會產生不滿意 為什麼會從柯粉變成柯黑 這中間啊 我有深意其境 因為我當時美麗島電子報也是 幫柯在打這個選戰 我們站在裡面 四年前 在2014年 包括我也被告 被馬英九告 現在被判賠180萬嘛 然後我們一票人被告 陳敏鳳被告 段儀康被告 然後周玉寇被告 郭正亮被告 律師費我花了五六百萬 那就是為了幫他打選戰嘛 那就是我們全民進黨上下一制 要對戰這個連勝文 因為我們不能接受 以連勝文這種人來 來主導台灣的國家的未來 這個太可怕了 非常團結 那這些都是柯粉 所以柯粉現在為什麼變成柯黑 變成柯黑的過程 我簡單講 就是柯文哲不會分配啦 他不分配的 或是亂分配 亂分配的結果 譬如說他給姚立民的太太當了官嘛 然後後來姚立民去罵他以後 姚立民太太又到另外一邊去當官嘛 所以政治兩邊都可以撈 這也是一種柯黑的形式啦 那所以這個事件已經變成了一個 變成了一個 一個兩軍對戰的情況了 今年當然就驗收 現在是期中考 選舉的結果 大致上也看起來 是對民進黨不利的情況 剛剛又提到颱風又來了 你知道颱風來影響最大是哪裡嗎 不是南俄都耶 是台中 因為台中現在的花博的工程 在進行中 你知道嗎 他在這種情況之下 目前台中市政府有規定 有規定就是說 因為他現在做很多預習 很多練習 他的員工每一個員工 要從台中市政府每天 要到花博的現場 去做導引的訓練 白天上班也好 比較乖的員工 就是禮拜六禮拜天跑去的 算加班 比較不乖的員工呢 就是上班時間去 但你要知道嗎 從台中市政府 坐車到花博 大概要兩三個小時啊 他搞到晚上沒有車回來 他也沒有交通工具給他 所以這個台中市政府啊 這個員工啊 只要派去花博 去搞這個訓練啊 去搞導引 去搞準備工作這些人啊 那不是他的事嘛 苦不堪言 這也是林佳龍啊 會撕掉選票的很大一部分的 台中市的市政府的官員 對他內部 現在已經在網路上公開幹了 這已經公開寫出來說 他很痛苦啊 因為搞得下班 沒有車回家 晚上搞得天黑 因為那個地方是豐原嘛 你知道豐原到市政府 哇那個 有一段距離 你是台中人嘛 有一段距離 你就知道那個 太痛苦了 小孩也不能接 整個弄得很亂 然後在那個地方的交通 也非常混亂 目前的那個 聽說那進場的職務 也都不是很理想 工程的進度非常緩慢 所以這個事情 原來是一個加分題的花博 可能會因為這個颱風 如果吹的話 會把整個工程的延宕 搞成蠻目倉宜的話 那才是真正最大的悲劇 因為我們台中 目前林家長是五五波了 那台中 我們一直談台中 台中 那國民黨不知道他們台中會贏 國民黨一堆傻瓜 沒有沒有 我們認為 無對意 無對意啊 或是這些傻瓜 沒有人去輔選 那台中現在國民黨 最有行情去站台人物 我覺得是馬英九 馬英九一去 媽媽咖 蔡奇亞 蔡市場裡面 真的 擁抱牽手 一大堆 所以我說 你覺得馬英九有站台 藍寧歸隊是不是 對我覺得他對女性選民 有絕對大的功能 然後這個 這個誰 這個林家榮的 女性票已經崩盤了 為什麼 因為空污啊 空污直接傷害到媽媽嘛 對 媽媽小孩 媽媽小孩就是空污 所以我們從民調看 林家榮的這個空污 空污造成的 他女性選票崩盤了 對 而且媽媽通常是比較在意健康 對對對 所以我在這邊建議 南軍的候選人 應該每一個禮拜 把那個 自戀狂的馬英九 拖到菜市場去掃街 絕對有效 他是最 因為他一去 電視機就來了 上個禮拜 小英去台中兩次 那這樣台中 就變成雙英對決嗎 也有電視啊 照你的這個邏輯跟沙盤推演下去 台中就變成雙英對決 那我給你講個更好玩的事情 如果馬英九去的話 蔡英文一定會去 對啊 他非去不可 那就真正的雙英對決 那不是雙英對決 那蔡英文在台中是扣分體嘛 蔡英文多去一次 林家長就少一趴嘛 你知道嗎 那多去個五六次 林家長就掛了 為什麼台中現在雙方陣營的攻防 一直在打對方假民調 這個林家龍在台中的情況 是五五波 那五五波的情況是不是很理想 那這個 蔡英文去的情況 我認為是去扣分的 幫不上忙 幫不上忙的情況之下 那他影響到2020 當然直接影響2020 因為如果台中輸掉的話 他黨主席非下台不可 沒得逃的一定要下台 但是台中過關小英就算過關嗎 應該是過關 但是我覺得2020的提名 應該沒有影響 因為他已經拉著賴清德在跑 對 他們兩個已經變成生命共同體 所以整個形勢搞不好 就變成蔡賴佩 蔡賴佩應該已經變成生命共同體了 因為還有一個形勢 對蔡英文比較有利的是一個 比較講起來不好意思的事情 就是說賴清德民調現在也下滑了 賴清德下滑的情況之下 但是跟蔡英文也綁在一起了 這個生命共同體的結合度會變比較高 所以明年的情況 就會變成蔡賴佩 我認為這個機率會比較高 那國民黨來講的話 看起來民調最高是朱立倫 隨便蔡賴佩來對決朱立倫 那這個對決情況之下 我覺得對民進黨比較不利 你覺得即便這樣對決 沒有柯文哲的變數都對民進黨不利 朱立倫會贏 朱立倫 你看得這麼悲觀 現在的民調42%多 蔡英文只有31% 差10% 差10% 民進黨2018如果輸掉台中的話 20就是11月24號晚上 就要面臨到一個考驗 是如何收拾殘局 那這個收拾殘局是誰 誰要站出來把這個整個黨 已經這個匯散的士氣 因為馬上就面臨到說 我們立委會崩盤了 而且黨內一定實質分裂 黨內一定有各式各樣的反省檢討 分裂聲音跟理解 大家就開始會有所謂的 立法委員的自救運動 我要自己救自己 我不願意跟你總統掛鉤 就會這個現象就出現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混亂 在民進黨內會出現 我是判斷 因為現在看起來大家都很得意 光鮮亮麗的 坐了黑頭車出去了 但是沒有看那個 問我看民進黨 我幾十年的黨員 我看過很多這種悲歡離合 看過很多壞事跟好事 我從來沒有參與 但是我看得很清楚 就互相喜慶看很多 看得很多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再過74天 要選舉投票 這場選戰是綠營的這個期中考 但期中考很不好考 在台北市的局面變成顆黑顆粉 兩邊拉高對決跟對立 那小英直接把選戰壓在台中 他認為台中這一局最重要 委員怎麼觀察 的確啊 台中是我們的一個指標 那剛剛我也謝謝這個 吳董事長的金口 認為台中其實是非常大的一個勝率 不過我必須要說 台中他分為表面跟淺層的 像過去呢我們 盧秀燕他是在台中市 因為他過去連任五屆 又是過去的省議員 所以他在台中市那一塊 完全沒有問題 特別你看那是在2016年的時候 即使國民黨這麼慘的狀況之下 他還是唯一可以得過 10萬票以上的這個立委 所以他的實力是相當好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他最大的問題還是在舊的台中線 而且我們必須要誠實說嘛 舊的台中線你就是要資源 你就要支援 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那國民黨現在黨產全部被清光了 其實要得到這個支援 是非常的困難的 但是呢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就是說像黨主席 吳敦義還有王金平的確在私下 把這個紅派跟黑派 的確做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整合 所以你看江啟臣背後所代表的 顏寬恆背後所代表 包括顏親都親自下去 而且他是真正實質上面的下去 來做一個協助 所以目前為止是呈現一個整合的一個狀況 那馬總統那當然是啦 他到任何地方去 馬英九要配上蔣萬安 的確到市場去喔 真的是到哪裡去都是萬人空巷了好不好 但是這個東西我們也希望他能夠把它轉變成 他到畫面上蔣萬安去中南部喔 也的確是 他也幫了非常多 所以他包括在台北市很多議員 都找他當主任委員 所以都是跟他互相來互掛之類 所以這是我們兩大王牌 我們必須要承認這一點 那也的確在這個所謂的媽媽群當中 婦女群大省群當中 造成非常大的一個凝聚力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絕對是要保障的 但是也不能因為這樣說 台中決戰就完全忽略到我們的雙北 特別是我們的台北市 那剛剛吳董事長特別提到了 這是柯文哲的確啦 四年前他真的都以為每個人幫他 就是因為他很厲害 他很白色力量 所以以至於他上任之後呢 不清楚江湖的行情 所以在分配上面 不管你的分配指的是有關意識形態的分配 或是實質權力職務上的分配 的確讓很多人大失所望 所以也會變成很多時候呢 不管是他對人或是他的分配 那個處事所長 這個23個人離開 這也是完全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事實啊 不過我覺得柯文哲 他目前為止啊 過去這一兩個禮拜啊 真的是被吳英寧 這位女士打的 的確是自曝他非常多的一個缺點 因為他完全在打臉嘛 不是只有柯文哲 連賴清德 還有包括過去他們所講的非常多的話 都是在兩套標準自打臉嘛 你看以吳英寧來說 柯文哲批判的就是你要透明公開 那你如果說是透明公開 那你人家把東西放到網站上去 當然你可以批判 但是這也符合你剛剛說的透明公開 可是他人家透明公開的時候 他又說喔不是這樣子 他永遠都是兩套的標準 你11億怎麼省出來的 你當然可以透過公開辯論 可是呢人家拿出來之後呢 他就氣急敗壞的 我很少看到柯文哲 對一件事情可以有三四次爆出口 所以每個都在講 那這個狀況到底吳英寧傷到的是 綠營還是柯文哲 反正藍營的立場非常簡單 丁守中已經講過了 只要他當上市長 吳英寧馬上換掉 原因很簡單嘛 因為北農這件事情 他的營業額在整個過程當中 佔了這麼少的空間 版面卻佔這麼大 這不符合比例的原則 那吳英寧科綠對打 佔盡版面 那丁丁到底是邊緣化 還是丁丁因此得利 這都是 不管是丁或者是搖 其實在這一波當中 的確你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焦點不在他嘛 那到底是邊緣化還是因此得利 因為柯綠最大 雙方也都有屬於上 在這一件事情上面 焦點是放在柯跟吳英寧這個同框 產生什麼樣的效應 可是這個產生的副作用 到底是對柯好或對綠好 沒有 因為只是版面佔據在這個地方 每個人只是看到柯文哲 他其實暴露了非常多 他過去沒有看到的一些 雖然我們知道他問題很多了 但是更凸顯的出來 所以你說即使佔據的版面 也不見得是好啊 像我們過去國民黨 也有很多很多的委員 出來這樣講 可是票並沒有投到 他們身上 是贊版面跟所謂的 你的票 是不是完全可以等值 票票相等 這有待觀察 但是的確 在這個包括丁 他提出的 其實他提出非常多的證件 包括禮拜三要教育證件 以前的托兒證件 還有包括青年證件 哎呀大家就是波泰 所以一天到晚都說 他沒有提出證件 他其實很認真的諮詢 非常多專業的團體 只是大家好像是對於柯跟吳 這個東西有興趣 反而包括丁好了 順便幫姚文哲講一下 一定要幫他拉抬一下 他也提出了非常多 還不錯的證件對不對 然後呢可是他每次的操作上面 的確媒體比較不買單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啊 柯文哲的確佔盡了這個媒體的寵兒 但是他所引發的副作用 其實也跟四年前是完全不一樣 像目前我就看到 非常多人對於他最近的一些的表現 包括你剛剛說 像吳寧提出的挑高啊 冷鏈的這個系統啊 冷鏈系統啊還有什麼 開始有不同的聲音啊 其實很多人 反而會專注到這個部分 會開始討論到 停車場少了650個位置 到底如何如何 所以他已經有進入到 一個政策上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是我們很需要的 當你變成一個政策性的 一個空間的時候呢 其實丁跟搖 還有包括他這一次的 這個所謂的淹水的事件當中 你看他78毫米 這件事情又開始在自圓期說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了 他這次表現的比他上一次 人家什麼颱風來 他這邊清冰箱來的好一些 所以你看這些政治手掌 他們的確在颱風天過完之後 都有在這個反省完之後 做的一些比較積極性的 所以即使這次淹水也淹到了台北 新北 其實外里共我們也在搓淡蛋 我們第一個反映說 新北的災情怎麼樣 朱立倫有沒有立刻到防災中心去 新北一樣有傳出災情 有災情 可是你看媒體的宣導 宣傳上面 其實對朱立倫這一塊的批判度 跟賴清德跟小英的雲爆 其實是篇幅也是不成比例的 為什麼 因為他即使有災情 但是呢 他的水退位的其實很快 還有很重要的是台北 新北 過去沒有人像他們過去講話講得這麼慢 大家為什麼這次批判這麼嚴重 是因為陳菊出來講說 他們花了330億之後 高雄永遠不會再淹水 賴清德也提到的 三年把30年的問題全部解決 就是因為話講得非常的慢 所以人家才有反彈嘛 那新北台北會有一些的改進 那也有淹水 可是你看你可以比對 大家對他們的一個批判 兩個人馬上就到防災中心去 然後呢到哪裡去都非常的謙卑的 去跟大家的握手啊 質疑啊 該做的全部都做了 所以即使有批判 但是還是少非常的多 所以這也是一個防災完之後呢 政治人物的一種學習 大家可以完全看得到嘛 所以呢我覺得 這一次的這個淹水的事件裡面 反而不是對柯P 或對我們的新北造成什麼樣的災情 應該是說過去民進黨做的一些事情 空口說的太多 這次被檢驗的時候 然後你又不得到一些立即的反應 包括剛剛大家所講的慰安婦也是一樣 我最後講 我們今天也開了慰安婦的這個記者會 那為什麼可以連結民間還有政治每個人都來 因為它真的不是藍綠的問題 它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嘛 而且我們的外交部你看 今天才做出來就是說 還在了解呼籲大家理性 那這個就不是大家所期望看到的嘛 大是大非的問題的時候 你還不會立即去做個表態 還讓這個人 還因為腳麻 你也沒有人出來批判 腳麻就是墨騷神經麻痺 你要麻就是指我們的政府 要麻就是吃徐立民 你幹嘛跑來這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部分都是有很多事情 你可以來反映出 你對維J事件的一個處理 那顯然執政黨在這一塊 不管是水 不管在北農事件 或者是不管在慰安婦的附件 真的是完全是失分的 好文謙議員怎麼觀察 剛才講到說 這兩天的水患 那其實反正我的看法很簡單 賴清德講的本來就是對的 大雨下在哪裡 超過一定的標準都會淹水 那只是說賴清德那個時候講的時候 被罵 因為主要嚇都嚇在南部 因為民進黨在南部的執政縣市多 台南高雄屏東 你不要講說現在全台灣23個縣市民進黨執政18個 以機率來講的話 倒楣的是民進黨的縣市長 比較多嘛 這一定是這樣 但你現在弄到北北基啊 你說新北市有沒有 鹽水有啊 萬里細紙瑞芳平溪都有都有煙啊 台北市有沒有煙 有 而且煙的範圍跟去年6月2號 那一場大雨是差不多的 一樣也是小巨蛋附近 一樣也是基隆路 一樣也是陳德路 一樣也是這個士林 所以其實從823到現在就變成是說 大家都在玩一個互相指責的遊戲 那很多人想要從中取利 很多人想要從中取利 國民黨的想要從中取利 包括台北市還沒淹水的時候 柯文哲的競選團隊也想要從中取利 那這兩天這場淹水就變成是說 好大家打了平分了啦 已經證明說 大家都不要假啦 大家都不要假啦 大雨 極端氣候的大雨下到哪邊都一樣 台北市雖然我們花了很多錢 但是你所謂的食雨量78毫米 只是一個平均概念 平均概念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有些地方他地勢比較高 他可以100他都不會淹水 他有些地方地勢比較低 他可能50他就淹水了 台北市的所謂78是一個只是平均 平均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講這些都沒有意義啦 都沒有意義 你最後大家就是大雨來打回原型了 大雨來就打回原型 所以都互相指責這是沒有用的 然後譬如說像蔡令儀講的那些話 我覺得對國民黨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本來大家可以指責民進黨說你治水做不好 但是蔡令儀講了一個人說打臉民進黨這種 我覺得台灣人基本上無法接受的 那你不然說你說日本這個天災 那是要打臉安倍嗎 這個話講這些話都沒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現在又開始回到一個比較正常的狀況 那倒是說這幾天這十幾天啊 老實講吳亦寧這個事情 我真的覺得是柯文哲他 是柯文哲挑起來的 必須要講這事情很簡單 就是減蘇培他在質詢 如果減蘇培當時講說 這是我減蘇培認為說 不用那麼多這個停車位 然後挑高應該要十米不能夠只有八米 因為未來有那種歐式的歐義式的大貨車要進入 我跟你講柯文哲一定是說 啊檢議員你講的有道理 我們回去研究 但是壞就壞在 減蘇培講說這是吳英寧的提出來的案子 就是因為這三個字啊 柯文哲就爆發嘛 然後就開始罵髒話 罵他懂什麼東西嘛 那其實這個事情很簡單 因為我們的現在根本沒有什麼 我們市府的版本 我們只是委託建築師 跟這個工程顧問公司 去規劃一個草案 這個草案本來就還沒有定案 甚至連環評都還沒做 本來就是可以修正嘛 而且未來的使用者就是北農啊 他當然有他的 吳英寧雖然他當總經理沒多久 但是北農有很多人是做了二三十年的老幹部 他們當然知道說我們挑高要最好是多少 我們的動線要怎麼做怎麼走比較好 這些東西當然就是北農要提出來 提出來之後這些建築工建建築師 這些規劃規劃公司 他才能夠跟著修正嘛 就這麼簡單 所以到底這個事情在吵什麼 完全搞不懂啊 因為柯文哲就講說我們整個市府的龐大的 怎麼不會輸給你北農總經理 這不是輸贏的問題啊 因為你臺北市政府根本沒有一個市府的版本啊 根本沒定案 那你有什麼輸贏可言啊 所以然後這十幾天要炒下來 結果昨天 昨天大家這個兩位局長 然後Winning他們去討論討論 最後最後有一個折衷方案了 雖然市政府這邊還是認為說 1850個停車位還是要維持 那但是挑高的部分 他們是接受了北農的建議了嘛 這樣就好啦 老實講1850個停車位 說實在也是為了說 那個第一國在市場附近有幾個禮 有幾個禮他們禮明想要停 簡單說是這樣啦 因為650個停車位 很多人可以停車嘛 敦親慕靈 簡單講這個 沒有什麼特別的道理 但是有當然好嘛 也沒差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情討論十幾天 我覺得對柯文哲是絕對有害 有傷的 你覺得傷在哪裡 傷就是說你 他搞不懂說你為什麼 人家傷在他被發現一個破口 然後綠營的攻防裡頭 可以從這一個破口去切嗎 其實我們沒有怎麼攻他 是他先把他先說 吳英寧你懂什麼 減舒培發動攻勢之後 他沒有什麼發動攻勢 他就是質詢 那柯粉也有反彈回應了 那柯黑會各自集結攻擊 但是我認為這整個事情就是插槍走火 一開始插槍走火 然後柯文哲先罵吳英寧說你懂什麼東西 然後什麼 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當然就知道那個什麼意思嗎 我們有外神子弟 這個這個字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那個台語的那個字的意思嗎 你就是在罵髒話嗎 對 那所以 整件事情是柯文哲 減舒培他的質詢 他的質詢是 我認為就是插槍走火 然後引起柯文哲那種暴怒式的反應 然後兩邊在攻防這樣 那到最後發現大家發現 到底在攻防什麼 市府根本沒有版本 市府沒有一個否定的版本 只有建築師畫的版本 那全台灣那麼多建築師 每個人你找每個建築師畫的都不一樣 那為什麼不能討論 為什麼不能修正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十幾天下來 其實民進黨沒有怎麼樣 要去這個 在這個事情上攻防 而是柯文哲不斷要攻防 他把吳英寧說成是新潮流的打手 然後立刻中國時報就配合說 這個新潮流要推吳英寧當部分區 這個是配合好的嗎 然後中國時報做完這個這個版面之後呢 然後立刻柯文哲又又加一句說 把柯文哲惹毛就可以當部分區 這個標準很奇怪 這個是連環的啦 那但是問題是這樣 吳英寧他是早在2012年 蔡英文就有徵詢他 要不要當部分區 是他自己不要 他覺得他不適合當政治人物 他要搞農運 所以這個跟派系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他這個十幾天下來 是他不斷的在 先他先攻擊 然後要把他打成是派系 然後最後什麼都不成 最後 昨天這樣的一個會議 就等於是收兵了 收兵我覺得好啦 因為北農這個事情 真的對全台灣來講 是一個很芝麻大的事情 好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看的是這過74天要選舉投票的 這個是小英政府的期中考 不過這個考內外交戰 天災人禍的考驗挺多的 世聰怎麼觀察 我覺得梁議員有講我蠻贊同 就是最近的柯文哲跟吳英寧的這個對決 其實讓整個柯文哲的弱點好像真的 有一些弱點是真的就曝光了 包括說像他爆出口 這個當然這個 舊觀感上面不是很好 第二個就是說 他在這一次裡面 他只要一提到吳英寧 或是這個北農 有什麼事情 他都非常的生氣 氣到說甚至還要吃這個藥 他會說他這個脾氣控制不好 這個無形之中 也又鋪入他另外一個缺點 第三個 他一開始在攻擊吳英寧的時候 的確是話也講得太滿 就有點類似之前的這個 賴神在講這個 這個南部淹水說 這個以後都不會淹水 一模一樣的狀況 他一開始攻擊吳英寧 攻擊得太直接 太過太過滿 說他懂什麼 結果你看這幾天的這個方案出來的話 顯示吳英寧 他還是有做一些功課的 他也不是你口中那樣子完全都不了解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事件裡面 會讓人家覺得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都說啦 這是過去科皮給人的印象就是很直 直來直往 但是你現在可以發現到 有時候他講話很衝 那這個道理對市政來說 是不是好的一件事情 或是說有時候他也講了話 講得很滿 但是有沒有做到 這也就慢慢讓人家想起來 譬如說他過去的上任時候 他講了五大案的這個心的這種 口氣也是非常非常的強硬 就到目前為止一個案子都沒有做好 所以我覺得的確會對 這個柯文哲的這個士氣或是整個他 如果沒有吳英寧事件之前 他的士氣是一路往上揚聲 但是這個事件來說 的確對他來講 會有某種程度的這個壓制的這個作用 那我覺得他也是很快 昨天這樣子不再站下去 我覺得也是一個他也蠻聰明的 他知道這個對他來講會有受傷害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 包括說提出一些 這個五萬個工作機會的事情 或者說要去拜訪你登輝總統 或者說要去拜訪阿典等等的一些事情 其實他也感覺到說那個壓力 他是有的 這個整個民調似乎是不太不太 站在他這邊的這個壓力是有的 但是我覺得緊接下來的話 當然這個事情就這樣子落幕 那除非是吳英寧 或是說這個北農 又有什麼事情發動出來 那我覺得柯文哲 為什麼聽到吳英寧這個事情 會這麼神奇 他其實的確 他的確知道吳英寧是他可以 原本拿來這個提款的票 票的一個方式 他之前在抱怨說 這個每次在這個吳英寧的事情 他都在這個議會上面被定 可是也因為吳英寧的事情 的確讓他收取了一些年輕人的選票 那再加上說他其實之前在七月多的時候 他曾經就要收購北農 這個政府北農的股票 收購不來嘛 所以這個事情反而變成是他沒辦法處理的一個狀況 那加上當初其實吳英寧某種程度來說 也是他認可的人嘛 那他現在沒辦法處理這個人的時候 我覺得他就陷了有點進退失去的這樣的感覺 那這件事情也暴露他非常多弱點 但是我覺得緊接而來的話 比較大考驗就是後來的颱風 我覺得經過上一次的這個 從這個臺灣的風災 或者說整個日本的風災好了 我覺得這次的整個災難政治學裡面 處理的最不及格的 我看就是謝長廷駐日代表 但是這種在這個整個這個說法上面 就比較高高傲的這個氣氛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都 你只要低調去處理這些事情 齋民都能夠原諒你 像最近的這個嘉義縣現場 這個張花冠 他最近在公開場合 他都是坐著輪椅啊 因為為什麼他去救災的時候 不小心壓到他的腳 然後加上腳 齋民看到他這樣子 我覺得或多或少也會比較 就說他算了 就算了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樣 你只要表達出這種 你跟齋民站在一起 然後這個說話就是 我可能要回去好好檢討是怎樣 我覺得這樣子 其實這一次的三數颱風來 當然這個可能會有一些災難 但是我覺得衝擊量的影響 其實並不會想像中那麼大 那我覺得其實我還是比較關注的是一些 這個經濟上面的議題 那其實今天主機出有公佈一個數字 他說今年我們的平均薪資 一到一到八月是四萬零九百三十三塊 那他說這個其實呢 年度的話成長是兩趴左右 對 那這個看起來的話 這個數字好像是非常亮眼嘛 可是我們還要如果我們再把裡面 因為其實這邊中間有一些貓膩 因為今年的這個通貨膨脹率 的確也是比較高 那如果你把通貨膨脹率扣除掉的話 他其實實質的薪資是三萬八千一百零五塊 那這個數字呢其實比兩千零一年的三萬八千三百零八塊都還要更低 也就是實質薪資呢 沒有錯我們的這個所謂的明目的薪資是很高 是一直成長 今年都成長兩趴多 但是其實如果你還原物價的話 他是倒退到兩千零一年的這個數字 其實就是十七十八年沒有數字成長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些數字 才是真正會影響到整個未來的大趨勢 當然選戰的過程中間有很多零星的小議題 但是這些如果還是沒辦法改變的話 我覺得這個大環境是對兩千零一十八年不利 但是對兩千零二十年是更加不利 我覺得這些數字其實是民進黨或是現在的政府 要好好關注的一些重要的數據 所以這個數據是民黨相對在年輕族群的支持度降低的主要原因 對像前一陣子我有去這個像這幾天媒體有報導 就是說一個這個台大財經系的教授他就說 今年畢業的學生 2017年畢業的學生 是他在台大教過書以來最焦慮的一群學生 每一群學生出來都跟他說 老師我未來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工作不好到 他說這種焦慮感是他從來他在台大教書以來 從來沒有看到的一個狀況 要看是什麼系 他是財經系 台大財經系 對算是也算是台大中間非常頂尖 財經系已經比較好 對你是非常頂尖的這個財 因為他大概是如果以志願的話 大概是排行前三名的志願 台大學生都會有這種憂慮感的時候 你覺得其他學校會不會有這種憂慮感 那這種憂慮感的話 他能夠怎麼去發洩 他厲害了他就我找到工作 我往國外跑 如果沒辦法的話 可能在網路上就是攻擊 或是怎麼樣之類 或者是說 我乾脆就變成是不信任政府的這一邊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對政府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傷 好阿展要補充 我覺得補充一下 有一個就是基本上在足科工作的人 他直接跟我講 他說台灣現在要招工程師缺工程師 他們問的第一個問題是 你上一家公司拿多少錢 然後再決定你這邊薪水多少 他現在去中國 中國直接問你 要多少錢你才來 然後問了之後 好沒問題 三倍以下我都給你 那我覺得台灣現在遇到的這種狀況 是我一邊人才被人家挖 一邊台灣的整個制度 對這些年輕人來講 非常的不利的時候 你難怪年輕人離心離得 他去了中國之後 不回來投票 你就跟著完蛋 他回來投票 投給你的對立面 你也跟著完蛋 可是我再回頭講 更深一層的本質問題 你如果是台大電機會寫城市語言的 現在的人能搶 因為寫城市語言 在台北可以寫 在新加坡可以寫 在印度可以寫 在矽谷可以寫 在上海北京都可以寫 在日本也可以寫 那所以他是國際行情 但是如果是台大財經系 念的是台灣的金融法規 考的是國內的營業證照 拍謝 這張證照只有台灣可以用 你去香港都被打槍了 香港都跟你說 香港金管局說 重考一張我的 你的執照不算數 那當然除非你考的是國際證照 然而一般的大學生 是沒有這個能力 最後奉勸大家 如果你真的想要這個 陳大公立大業的話 趕快去搞農運 因為搞農運 很棒的地方是 西州送過去的殘菜 我跟你講 這個月他們還在吃 這些老人吃了七個多月的菜乾 菜乾地獄 結果我們說農運好棒棒 吳依寧好棒棒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數學 跟經濟管理概念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接下來晚上六點整 歡迎大家準時鎖定 年代Match台 健康好生活 健康好生活 每週一到週五晚上六點 在年代Match台 38台首播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 這個台灣為公 第一白兵 第一座一新 這個做醫生這年頭 開業營業 也有各式各樣的乾苦 歡迎大家鎖定 健康好生活 謝謝大家